《京华风云录》 卷二 《西院风月》 作者 金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十五章 善恶只在一念间 1953年2月16号 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三 毛泽东在公安部长罗瑞卿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坤一行陪同下 乘坐专列抵达武汉 入驻武昌东湖宾馆 受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仲 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等人 恭敬而周全的接待 十七十八两日 游览洛家山 舌山 黄鹤楼 龟山等文化风景区 眺望了即将动工的武汉长江大桥地势 数度被群众发现 围观 高呼万岁 二十日晚上 毛泽东一行乘海军舰艇离开武汉 顺长江而下 被海军提词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二十一日凌晨过九江 背诵唐人白乐天的琵琶行 二十二日抵达原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有华东局书记柯庆施 上海市市长陈毅等网营 晚上入驻原讲委员长官邸 晚宴后豪兴大发 书四年前就坐 七绿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送柯庆施 中山风雨起仓皇 百万雄狮过大江 虎聚龙盘金圣兮 天翻地覆凯儿康 宜江圣勇追穷寇 不可孤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 天亦老 人间正道 事沧桑 柯庆施得了伟大领袖的莫保 高兴得手舞足蹈 陈毅不干 也要毛主席首书一幅 毛泽东提笔稍逸沉吟 及书下唐人李毅山银金陵七绝 永史相赠 北湖南带水漫漫 一片翔齐百尺干 三百年间同小梦 中山何处有龙盘 并复言曰 西诸葛亮论金陵地行云 中复龙盘 石城虎聚 真帝王之宅也 此言大谬 东吴东晋及宋旗良臣六朝建都此地 五十年亦兴衰 皆短命王朝也 后明太祖朱延璋涉国都 也只一代三十年 即被其子燕王夺敌 迁去北京 近孙蒋定都亦不过三十余年 帝王之宅何在 唯一片翔帆出石头罢了 毛泽东此行 却似过去帝王出巡 所到之处封江封路 车船回避 近卫森然 重建阔别二十年的江南风雾 却是心如潮涌 感慨良多 二十几年前 他在江西井冈岗山扯起一旗 搞武装割剧 被世人骂作叛党乱匪 后有朱德等人入伙 便是在共产党里 红军内部 他也屡受王明 秦邦县 周恩来们排挤打击 好些年抬不起头 身不直腰呢 事局如期 二十年河东 二十年河西 今日他毛泽东却是以全党全军 全国最高领袖身份 巡行江南来了 人人都练江南好 务华天宝 钟灵玉秀 富贵温柔 难怪北人杨坚杨广父子 满人康熙乾隆 做了皇帝之后 都要年复一年的南巡咯 此行唯一遗憾 是未能携带孟洪随行 虽说各地都有年轻美貌的女文工团员陪他跳舞 却是谁也代替不了小孟夫子的磁色品貌 风情万种 身处南方的毛泽东未能了解的是 中央警卫局虽然遵照他的三点指示 没有对留置在北京西院内的孟洪进行政治审查 却对他的人身自由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未经批准 不得离开西院 不得往外打电话 不得接受亲友到访 一句话 不得跟高大的见面 不得跟东郊民向八号院以及东北局驻京机构有任何联系 孟洪请假回大连探望父母的报告送上去后 也迟迟没有批下 他问过医疗服务处的领导 领导说他们做不了主 要等中办的批复 一天他大着胆子去问了中办一位平时对他表示关爱到了讨好献媚程度的头头 那头头这次却耍起了官枪 小梦啊 你怕是找错地方了 我们这里只管正部级以上高干的请假事项呢 你一名普通医务人员 我们怎么管得着 他成了皮球 被人踢上踢下 问题卡在哪儿 虽说仍是天天到医疗服务处上班 但过去那些熟悉的随处可见的亲切微笑不见了 人人都对他摆出了公事公办 敬而远之的严肃面孔 更奇怪的是 他所开出的药方都要经主管业务的处领导审核 才能到药房取药 平时排着对轮后他做针灸治疗的手掌们 也都该找别的大夫 他在诊室里闻可罗雀 连一向对他最为爱护 总是见面拉手称他为小妹子的蔡畅老大姐 有两回来打针取药 见了也只是淡淡的点点头 像是从未认识过似的 聪慧的孟宏明白了 自高大的向毛主席坦诚交代了他曾经做过他的私人保健医生之后 毛主席虽未动怒 秘密却在西院高层悄悄流传开来 他已失去行动自由 形同遭到软禁 四周都布满了警惕的眼睛 为此 他暗暗恨上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一切皆因周恩来从中作祟 私派中调部的人员去东北密查他和高大大的事 那么大一个人物 年纪上也足可以做自己的父辈 却不肯放过一名普通的医务人员 何苦来打狗欺主 堂堂政务院总理是把孟宏当成高大大跟前的一只小狗来打了 孟宏还有个预感 周恩来不会就此罢手 而轻易放过了他 不定还会亲自出面找他谈话 以便从他口里掏东西 好进一步打击高大大 他恨杀了姓周的 姓周的是大大的克星 大大是他的恩人 姓周的是他的仇人 想起如今见不着面的大大 他就想哭 大大 你晓得三妹是在怎样惦记着你吗 你晓得如今三妹的一举一动 都被人监视 跟踪 如同囚徒吗 连人都不许见 连电话都不许打 三妹总算尝到了进宫的滋味了 难怪《红楼梦》里写贾贵妃回大官员醒亲 见到贾母 王夫人就哭泣 谁叫当初把孩儿送到了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不过大大 你甭担心 三妹会替你争气 三妹会对得起你 若周总理还出面 找三妹谈话 要求交代问题 三妹绝不会说出半句对大大不利的话 若他找三妹谈话 也做做针灸什么的 那就太好了 天赐良机了 三妹就要为了一德一道 甘冒杀身之祸 替大大做一个侠女 是的 做一回侠女 战国策里 唐居不辱使命 一文怎么说来着 福专诸之次王辽也 会兴席月 夜正之次韩归也 白红贯日 妖离之次庆祭也 苍蝇集于殿上 此三子者皆不一之事也 怀怒未发 修尽降于天 与尘而将四矣 若势必怒 浮尸二人 流血五步 天下搞素 今日是也 三妹倒是用不到浮尸二人 流血五步 只需一根银针下去 就可以扎滩了他 扎废了他 量小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 为了大的 三妹要做一回女丈夫 不过 如此一来 会不会祸及大大 人家会不会灾屋大大是主谋 不会 不会 自毛主席春节之前决定南巡后 自己跟大大再没有见过面 连电话都没有打过 他们查不到任何证据的 大大从未受益他有朝一日相机失落手 除仇家 也跟大连老家的父母姐妹无关 完全是三妹的个人行为 三妹做事 三妹当 谁都不牵扯 三妹可以事先留下遗书 任自己一时失守 挫扎了学位 瘫痪了尊敬的领导人 住城死罪 无言活在这世上 想着这些 孟宏想哭 但没敢哭出声 西院是个哭都不能出声的地方 哭都怕人被发现 会被人汇报了上去 会有人来关注你为什么哭 为谁人哭 妈呀 我这是怎么了 她忽然吓出了一身大汗 像做了场噩梦 惊醒转来 这算哪回事 神经出了毛病 竟然想去做女刺客 对人下手 三妹啊三妹 你怕是忧愤过慎 想入非非 走火入魔了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他们领导人之间那些恩恩怨怨 浑浑浑浑 一名年轻女医生 怎么弄得清楚 怎么可以搅和了进去 诚然 自己在感情上是一边倒 属于高大大的 但自己为什么要恨上周恩来总理 几个月来 各种场合 见到周总理 总怕有十多次了吧 每次 周总理都要特意在自己面前停一下 亲切地问上几句 小孟医生 工作和生活都习惯了吗 有什么困难没有 父母都在大连 没请他们来北京玩玩 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话 你可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等等 周总理总是那么和蔼亲切 平易近人 如父如兄 这一点他比大大还强呢 大大是粗粗拉拉 热情如火 总是带着一股大男人主义的霸道气 他不能理解 高大大和周总理 周总理和高大大为什么要在毛主席面前争宠 搞得针尖对卖忙似的 势不两立 水火难容 是毛主席利用高大大来对付周总理 取代周总理 还是高大大也要利用毛主席 是了 是了 高大大是一心要攀到党内第二把手的高位 高大大对自己也说过多次 毛主席早示意他 不但要让他越过周总理 还要越过刘副主席呢 偏偏周总理和刘副主席又都不是简单的人物 不是谁想取代谁想越过就可以轻易被取代被越过的 天呐 真是高处不胜寒了 孟宏越想越害怕 身发冷 心打颤 不敢往下想了 唯一的期望是自己早日请准假 离开北京 离开西院这藏龙卧虎 龙争虎斗的皇家园林凶险地 回东北老家 探望父母去 只要出了山海关 就是大大的东北局地方了 就可以请长病假 住进一个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去 死也不回北京这千年古都来了 孟宏转了念头 说不定周总理还真是他唯一可以求助会给予他关怀爱护的领导人 他却没法子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 你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凭什么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打电话 你连西院总机一关都过不了 你敢拿起电话说 我要五号 他知道总理的代号为五号 人家总机接线声一定问 你是谁 哪个单位 你能说我是孟宏 有事要见总理 说不定电话被切断一刻钟半小时后 极有中央警卫局的人来找你谈话 看看你是否精神正常 或是看看你是否有不良的动机 也是心到神知 不两天就见到周总理夫人邓颖超来医务处取药 孟宏正想迎上去 邓妈妈却静止朝他走来了 亲热的拉住他的手说 是小孟同志吧 我们在主席那见过的 总理也常在家里提到你 左个还对我说 有时间去看看小孟吧 明依后代 又年轻又懂事又有学问 让人怜爱呢 有什么事 请他直接来西花厅谈谈 听邓妈妈这一说 孟宏眼里已溢满了泪水 他抓住时机说 俺是有件事 想请总理和邓妈妈您关心 客案不敢打电话 总理那样忙 怕总机不肯转 邓妈妈见医务处人员出出进进 不便说话 就把孟宏拉到走廊拐角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来 才问 什么事啊 急不急 你比我们的女儿为事还小一轮吧 要是很急的话 可不可以先告诉我 我再带你转告总理 孟宏竭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不让眼泪流出 而颤着声音说 邓妈妈 我有一年半时间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 他们年纪大了 体弱多病 连来了好几封信 想我回去几次 见一面 我给医务处写了请假报告 要求回大连探望父母 快一个月了 都没批下来 医务处推给中办 中办推给医务处 不知究竟卡在哪儿 邓妈妈俯着孟宏的肩头 安慰说 就这么个事儿让你不开心了 不难 不难 按说 他也用不到管这么具体的事 但总理喜欢照顾人 特别是他熟悉的 对了 听说你还是为针灸高手 近些天 总理老壤肩被疼 我劝他注意休息 他又不肯听 每天一坐五六个小时 听人汇报 批阅文件 还有不肩被疼的 这样吧 我回去安排一下 明天你替他做做针灸治疗好吗 你等电话好了 孟宏小鸟依人 半危在邓妈妈怀里 楚楚可怜的样子 邓妈妈离开后 孟宏浑身上下都暖融融的 他脸上又恢复了平时那高雅而甜静的笑容 对他疏远冷淡了十来天的医务处的同事们 见总理夫人拉住他亲亲热热的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也都领位出来什么奥秘似的 又一个个向他展现了笑意 点头的点头 问好的问好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下午 孟宏一直等候着邓妈妈的电话 直到下班前一刻 医务处一位领导才笑微微的来通知他 明天上午九点半 有车子来接 替手掌做治疗 领导没有告诉他是去给哪位领导做治疗 根据工作纪律 他也不准事前打听 当然他心里有数 还差点要问 西花厅走着就能去 还用车子来接 整个晚上 孟宏都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 思绪万千 辗转难眠 他有个强烈的感觉 明天将是决定他命运的日子 决定他今后是身处繁荣 还是重获自由 古人说 留得五湖明月在 何愁无处下金沟 他多么向往海阔天空 自由自在的生活 想笑就大声笑 想哭就大声哭 想唱就放开歌喉 用不到左顾右盼 前龙后虎 处处小心 步步提防 整个西院 电雨辉煌 亭台入化 湖光明媚 却是一座把人禁锢在里边的大鸟笼 之后 他好不容易睡着了 却又噩梦婆娑 一会儿是高大大抱住了他 衣服都没顾上脱 就干上了那事 干得正欢着 突然闯进一队士兵来 就当着大大的面 连话问都没问 把他提猫狗似的提走了 一会儿是毛主席脱光了 躺在那儿 让他做全身按摩 他正坐着香汗淋漓 气喘吁吁 毛主席那肥瘦的身躯呼得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抓住他的双手 用那又亮又硬的香弹土枪贺问 哪个把你派来的 你算貂蝉 我算董卓 谁是吕布 谁是王司徒 瞎了你们的狗眼 敢对本主席施美人计 你们吃了豹子胆 丧心病狂 一会儿是敬爱的周总理 给他做肩背部针灸 都不肯俯下身子去握着 只肯坐在一张四方凳上 光着上半截身子 胸前还掩了块大毛巾 总理身子不胖 但肌肉还算结实 总理和他有说有笑 兄长一样和蔼 父辈一样慈祥 他却忽然失手 将一只长长的银针朝总理的脊椎骨中段寿唐瘠上扎了下去 扎得很深很深 寿唐瘠为针灸禁区 一旦扎中 不死也贪 总理扑通一声朝前栽了下去 倒下一节木头一般 邓妈妈赶来了 干女儿孙为氏赶来了 外交部大美人公鹏赶来了 卫士长赶来了 人人都大叫捉奸细 捉刺客 他很快被人按倒在地 被戴上了手铐脚镣 孟红吓醒过来时 天已大亮 浑身如同泡在水里一般 连床单都被他焊透了 他慌忙爬起来 宿舍里四处扫一眼 窗外边有没有人影 他掀起床单 看看床脚下 有没有人在握着 他最担心自己做梦时大喊大叫了 被人听去了 大喊大叫了吗 被人听去了吗 他能问谁 谁能告诉 上午九点半 一辆黑色吉姆轿车 来医务处接走梦红 中年司机面带笑容 什么都没有说 他也什么都没有问 他熟悉这种舒适高级防弹轿车 外表笨一点 里边却挺宽敞 舒适 真皮座椅 高级音响 冬天暖气 夏天冷气 高大的也有一辆 高大的说过 斯大林同志给咱中国党的五位最高领导人 毛 高 猪 刘 周 每人送了一辆 他早在沈阳就坐惯了高大的那一辆了 主席的那辆去年底在香山时也陪坐过 周总理的这辆 今天是头一回坐 吉姆车载着孟红出了西院北门 折向西南极驰 孟红忽然心里一阵冷静 天呀 这是要去哪儿 难道是秘密逮捕 把我关到城外监狱去 转而想想 又不像 要抓我这样一个小人物 还用得着邓妈妈出面 还用得着周总理的专车 荒唐 这些日子我总是疑神疑鬼 心慌慌 意乱乱 中年司机大约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他的神色 便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孟大夫 我送你去西郊新六所 总理昨晚在那里召集会议 留下来过夜 这时你回到西院不要对人提起 孟红的心情舒展开来 透过酱紫色的丝制窗帘 他看到大街两旁的自行车车流 人流 中间加油马车 人力车 张家口外来的骆驼队 他知道已经上了西长安街 之后是复兴门 木溪地 公主坟 一路西去 他想唱歌 他好久没有唱歌了 涌到嘴边来的 竟然不是平时最熟悉的秀金匾 南泥湾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而是一只小时候父亲教的 早已忘记了的汉宫秋月 昭军苑 他噎入了 猛醒到不能唱这曲子 此刻唱出来 属于情绪不健康 不正常 几乎所有在西院里工作的人都能自觉地随时调控好自己的情绪 轿车管进一条小街 在一道并不显眼的大门前 车子减速 站岗的士兵只望了望车牌号码及至理放行 真是认车不认人了 原来进了一座大园子 道旁满是修掩的齐齐整整的东青矮墙 矮墙内是无数的水山 雪松 以及光秃着树叉的各色花木 为那一一垂挂着的杨柳枝条上 已经布满了绿豆色的叶芽 树丛里掩映着一栋栋西式小楼 轿车停在叫做四号院的院门口 大约是听到了汽车声 院子里有位穿军装的年轻人迎了出来 替孟宏开车门 孟大夫 请 总理已经起床了 再等着 来来 我来拿这保健箱 挺沉的呢 孟宏早听说过这座新式园林叫新六所 是1949年3月末 党中央机关牵制西郊香山 尚未搬入城内西院之前 替中央五大书记盖的住处 毛 猪 刘 周 人 一人一栋 加上工作人员值班楼 共是六栋 任毕石去世后 5号院分配给了高岗 但听说高大的只是来看了看 并未入住过 孟宏被领进门厅 换了双软底拖鞋 上环形曲梯 走过一道门廊 那年轻军人快步向前 轻轻敲了敲一扇大玻璃门 朗声报告 总理 客人到了 那个孟宏所熟悉的江浙口音普通话传了出来 是小孟吗 请进 请进了 门开了 原来是一间阳光明亮的大办公室 几乎整个南墙都是大玻璃窗 窗下摆着几大盆枝叶肥瘦的植物 其余东北西三面靠墙挤满了书架 一张有单人床那么宽敞的大书案 摆在烧尽南墙的屋中央位置上 书案对面放有五把藤椅 看来是给那些前来汇报情况 请示工作的负责同志准备的 周总理放下手头正在批阅的文件 站起身来 绕过大书案 向孟宏伸出了他那具特殊标志似的永远半曲折的右臂 小孟啊 许多日子不见了 你好像又清厉了些 当医生的人不要光顾了替别人保健 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吧 孟宏双手捧住了周总理的右掌 顿时心里翻起一阵热浪 原先对总理的一点防范 甚至记恨 一见到他本人慈祥的面孔 亲切的话语 就烟消云散 如同冰块见了太阳一样 请坐 请坐 小李啊 替孟大夫泡一壶陈老总送的碧罗春来 小孟 你稍坐坐 一份急剑 还剩下两页 我先看完 那茶几上有今天的报纸 你随便翻翻 孟宏双总理这么忙 也真有点坐不住 这四号院 这大书房 好静啊 连轻轻翻动报纸的声音都像沙沙巨响 不一会儿 那叫小李的青年军人用托盘托来一支青花茶壶 两支青花茶杯茶盘摆放在茶几上 周总理已将一叠文件装入一个大牛皮纸信袋 亲自贴上封口 递给小李 交值班室 立即专送书记处少奇同志办公室 小李退出后 周总理转过来 拉一张藤椅坐到了孟宏的鞋对面 先替他倒上一杯青香扑鼻的热茶 再给自己也倒上一杯 才说 小孟啊 到了我这里 你可不要拘束咯 这些日子一直在忙 没有见到你 但心里记挂着 怕你心情不愉快 甚至有烦恼 是不是 我才叫小超去医务处取钥匙 顺便看看你 还真叫我猜对了 小超回来说 你好像有心事 有困难 想让我帮助 孟宏眼睛波光盈盈 面若凝枝 微微泛红 差点梨花低露 谢谢邓妈妈 谢谢好总理 总理这样忙 我远不该来打扰您 周恩来盯住眼前这位绝色美人 身上禁不住有些燥热 看看 见外了不是 总理只是个职务 分工不同而已 正如你是为保健医生一样 都是革命工作 无所谓上下轻重的 忙是应当的 常为大事忙 有时也为小事忙 饮量坚固 况且大事不也是由一件件小事所组成 几句平易亲切的话 孟宏听得有如醍醐灌顶 一时顾盼生辉 神采俊秀 他想说几句什么 竟是红唇如孽 未能说出 周总理慈爱的目光一直照住了他 记得我们在春偶斋头次见面跳舞 你就告诉过我 你的乳名叫三妹 好 我今天也还是叫你做三妹 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 你进来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需要我帮点什么忙 喝茶喝茶 你放松些 不要担心我的时间 我为你留出了两个小时 当然 等一会儿还要请你替我做做肩背部治疗 今天是元宵节 你忘了吧 本来想请你吃中饭 可中午一点 政务院有个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的元宵茶会 我不能不去露个面 我这里有炸好的元宵 回头你带两盒回去 三妹 先说说你的事吧 在我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说 传不出去的 对年轻同志 我一向的原则能保护的尽量保护 不让有关部门为难他们 谁都年轻过 谁就那么十全十美 没有的事 孟宏整个心身都被一股热浪奔袭着似的 差点就要不由自主的扑上去 扑到如父如兄的总理怀抱里去 去哭诉个痛快 把什么都倾倒出来 他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和愿望 欲伪深于这男人 只要他需要 他抓住了他的手 见他有所迟疑似的 但一点责备的神色都没有 他终于抑制住了内心的冲动 只是含着泪光 颤着声音说 总理 谢谢您 真的好感谢 俺是有个难处 要总理给我关怀 这个月初 我给医务处领导交了假条 要求回大连去探望父母 我已经一年半没有见到父母亲了 他们都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但一个月都过去了 医务处说是中办没有批下来 我大着胆子去问了中办一位副主任 人家说 中央办公厅只管正部级以上高干的病试驾什么的 管不到普通工作人员 我就像一只皮球被踢上踢下了 周总理笑了起来 随即又收莲起笑容 严肃的说 我看他们是官僚主义 大干部犯大官僚主义 小干部犯小官僚主义 怎么可以互相推诿呢 三妹 这事儿好办 我来替你催一下 探望父母 天经地义 当然你的情况有点特殊 我想医务处和中央办公厅都是担心主席那边随时可能传唤你 我看 我看呀 最近准你的假 回去半个月 您无问题 孟宏脸上站开了笑页 眼含春波 无边风月 面如芙蓉 争艳群芳 总理还以为他不知道毛主席去了南方 要保守秘密呢 其实主席元旦过后不久 就对他说了春天游江南的意愿 他一时又有些昏昏沉沉的把持不住自己了 他伸出鲜鲜欲指 去抓住了总理的双臂 谢谢 真的 太谢谢您了 好总理 这回 总理也把持不住自己了 一进身来 把角色美人搂在了怀里 热吻了起来 孟宏的手触到了什么 轻轻扶着 颤着声音说 好人 我要让你快活 我要替你品销 品销 总理是个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十分警觉的人 他仿佛听到窗外有走动的声音 立即放开了 站起身子 拉了拉衣襟 回到原先的座位上去 谢谢 谢谢 来日方长 请假的事 我替你去办 但你一定要按时回来 免得主席问我要人时 我交不出你来 再说说 你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孟宏理了理有些散乱的秀发 真真佩服面前这位伟人的激警和自治能力 他咬了咬嘴唇 不无羞涩的低下了头 稍稍缓了一会儿才说 总理 俺就什么都对您说了吧 自这个月初起 医务处就向我宣布了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说是根据警卫局的要求 在未接到新的通知前 规定我行动不得离开西院 不得往外打电话 不得会见亲朋妻友 我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单身宿舍 医务处 职工食堂三个地方 这是我感到自己如同罪人 被软禁了似的 一举一动都有人监护 周总理 满脸的笑意消失了 促起了粗黑的眉头 凡为惊讶 却转换成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说 有这事 都是谁搞的 太不像话了 在西院 我还是个当家管事的嘛 怎么可以对一位年轻同志来这一套 一定替你查清楚 不过 咱们啊 听说你进北京之前 做过高岗同志的私人保健医生 原先组织上并不清楚呢 好在高岗同志已主动向主席交代了 主席表示了谅解 这事儿 我相信高岗同志确实出于对主席健康的关心 只是在人事手续上有些含混 疏忽罢了 你可以放心 据我所知 主席已做了指示 要保护你 并要求高岗同志和你不再碰面 说不卫生的 如此而已 孟宏羞缠得满脸飞红 其壮似无地自容 周恩来就进一步说 三妹啊 为长远记 我想提醒你写个材料 把你这几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列举清楚 算是对组织上有个交代 材料直接交给我 我来替你保存 绝不外传 只是用于防患未然 以后主席再提此事 我也好替你说话 替你解释疑难 一时间 孟宏向之被咬伤的小鹿 疼得美丽的脸盘都扭曲了 变丑了 他好半天说不出话 他心里生出了厌恶 只想吐 想哭 这就是他所尊敬敬仰的人 甚至愿意随时委身的人 竟然要求他写交代材料 好把自己牢牢掌控在手中 把自己当成他要挟高大大的政治人质 表面上大慈大悲 怜香惜玉 实际上大奸似中 典型的伪君子 也太看清看见我孟宏了 再不计也要活得像个人 不能像条狗 忽然孟宏扬起脸蛋来 毫无惧色的问 总理可不可以告诉一下 高主席怎样了 人在哪 周恩来心里一惊 好个孟三妹 说起如此尴尬难堪的事儿 竟是满不在乎 毫无回忆 还敢问其他的老情人 此女非凡女也 就平静地说 当然可以告诉你 现在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少旗高岗和我三人轮职制 高岗同志刚职了一星期班 回沈阳去了 小孟呀 我是真心为你好 让你写份材料的事 你考虑成熟了再说吧 有句话我还得说一下 这次你若获准假期回大连探望父母 在沈阳就不要下车了 不要再和高岗同志约会了 对你 对高岗同志都不好 会出事的 人都说我周恩来关心女孩子 爱护女孩子 干女儿一大群 我真不愿见到一些年轻美好的生命 卷进某种漩涡里 到时候想拔都拔不出 好了 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一步了 再说就是犯纪律 犯错误了 来来来 有劳你妙手回春 替我肩背上扎几针 稍稍爱业 孟红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原来高大的仍受毛主席的信任 仍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 只要高大的好 就是一辈子见不上面 也心甘情愿的 当然 孟红也早留心到了 今天周总理提到高大的时 不再像往事那样一口一声尊称高主席 而改成高岗同志 这其中有了微妙的变化 孟红朝办公室东南墙角上一张可以平放的长沙发看了一眼 说 总理 您可不可以俯卧到那张沙发上去 先给您做做肩背部按摩 松范松范肌肉筋络 再做针灸 效果会更好 也可以先让您睡着了 更舒畅 说吧 孟红站起身子 大大方方拉起了周总理的手 向那长沙发走去 随后 两人面对面的站住 四目交汇一刻 谁都没有将目光移开 之后 孟红去整理药箱用品 总理自己动手解开衣扣 一粒一粒 不紧不慢 脱了中山装 脱了薄毛衣 脱了衬衫 汉衫 只做肩背部治疗 赤裸了上半身即可 总理是位很好合作的人 他安安静静地俯卧在沙发上 孟红只在他肩上 背上掏 捏 推 擦 挠 切了两三个来回 他就睡着了 他是太疲累 缺觉 所以很易入睡 他和主席不同 主席总要和人折腾半天 直到精疲力竭才能入睡 他的睡相很好看 像个孩子 可他为什么要提让自己写材料那些令人反感的话 或许真处于好心而无恶意 他的肌肉白皙 不胖也不瘦 是那种保养得很好的中年汉子 这方面他比主席强 主席浑身都是脂肪 平躺在那儿肚皮上也突出个小圆丘 孟红拉过一张大毛巾 替总理盖住腰背 再取出银针 哀叶球 火柴 酒精药棉时 他的手指有些稳不住式的微微颤抖 他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瞄着他腰椎上的瘦糖穴 他心里好一阵慌乱 神不守舍 向来为一家大忌 他清晰地记起昨夜梦中的情景 或许此刻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了大大 应该下手 一针下去 制造出一项震惊全中国 甚至全世界的大医疗事故 他以酒精药棉在总理肩背穴位上轻轻揉着 借以平静自己的心境 忽然 他觉得身后有呼吸之声 对了 这地方 这时刻 他身后无人注意着才怪呢 他慢慢地转身 说不吃惊 还是吃了一惊 原来是邓妈妈带着一名神色高傲的年轻女子 早站在了他身后 邓妈妈一如往常那样慈祥地微笑着 年轻女子却不冷不热地轻声自我介绍 孙维士 孟大夫 你给我爸爸催眠了